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杜 行政区有兄弟留言说让我分享一个干碟的蘸料 好,今天它来了,万能干碟蘸料 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个万能干碟蘸料的配方 它可以蘸烫好的串串 也可以做酸火锅的干碟 还可以做烧烤的撒料 可以说是一料多用 真正做到了万能 我们下面看一下 它需要用到它的主料 辣椒面100克 最要是选用灯笼椒 因为灯笼椒它的辣度没有那么辣 主要是它的香度比较高 炒熟的花生 炒熟的黄豆 这是主料 我们看一下香料 香料会用到花椒面5克 灰皮3克 八角3克 香沙仁2克 孜然3克 小茴香2克 接下来再看一下调味料 鸡粉10克 味精10克 盐8克 下一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我们把主料 这些都是要先经过炒制 这个灯笼椒也是一样的 先下锅进行将它炒香 炒到什么程度呢 用手一捏辣椒就能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机器和用死咬都可以 把它冲成辣椒面 然后熟的花生 炒熟的黄豆 这两种用粉碎机给它粉成末 这个香料也是先要下锅进行炒制 将这几种香料 将它炒香了以后 然后换到粉碎机里面 也是把它粉成香料粉 调味料 这里用的鸡粉吃很细的不需要 如果你的味精和盐 颗粒比较粗的话 也是要用粉碎机来粉碎 将它粉碎成粉末 最后我们将这些辣椒 黄豆 花生 这些香料粉 调味料 混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做出来的味道是非常的香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如果我们平时炖的鸡呀 鸭呀 猪脚啊 吃起来过于寡淡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干碟蘸料来蘸 它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这个万能干碟蘸料的配方 我们就讲到这里